这校服的学生准备要坐上机车 但是他大脚一跨 人却是反坐在机车后坐 还将外套的拉链拉下来 但下一秒钟悲剧发生了 他家是没有踩脚 对不对 机车一发动 学生就因为重心不稳 整个人从机车上摔下来 接着还在马路上翻滚一圈 狼狈的模样 让目击民众忍不住笑出来 回到事发心场 就在台中市大雅区的中情东路 学生想耍帅反坐机车 水摔下车翻滚 民众拍下画面困网 网友忍不住开玩笑地说 他是不是想做地板动作混走了 但其实反坐机车已经违规 可处驾驶人300元以上 600元以下的罚款 罚情是小 但是耍帅不惨 如果因此受伤 可就真的划不来 记者林中文黄奢富年想起台中 采访不到